他说有同修说 心今中的般若是智慧的意思 另一个同修说是缘起性空 请问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 学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开经济》上所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你应该有少分体会了 如来真实意 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 这大臣教授常讲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那么什么是如来真实意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如来真实意 如果你还有分别执着 不是佛的意思 谁的意思 是你自己的意思 你明白了吧 你那个同修说 心今中般若是智慧的意思 是他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另一个同修说是缘起性空 那是另一个同修的意思 你今天来问我什么意思 那是你的意思 不是如来真实意 什么是如来真实意呢 《起心论》里面讲得很好 你听经 你读经 听讲 读经 立言说相 立明字相 立心元相 那就是如来真实意 这个意思 比较深一点 你细心去体会 答案 答在问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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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